梁山好汉 梁山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政治目标 社会目标和人生目标 这就是接受赵安 建工医业 流民情世 所以这样的一种明确的政治目标 生活目标和人生的目标 就大大改变了梁山好汉们的一种人生的追求 在这个意义上咱们不能不肯定 正是受僵 把整个的梁山队伍带到了一个较高的文化层次 不仅仅是满足普普通通平常的那种生活的欲望 或者自由的那种欲望 而是要有所作为 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是大不相同的 对梁山好汉来说 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条康庄大道 这是不像原来的生活那么盲目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看错 宋江的造反 是实反而民不反 行反而心不反 也就是说 宋江不仅口口声声地表白忠义无私 而且心心念念地向了忠君报告 所有的这一切 对宋江来说 他都盯着是最终的那个好名声 历史上青史留名的那个好名声 宋江非常明白 对朝廷忠心耿耿 也许不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但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的 在这一点上 宋江和众好汉们也是不一样 他不仅仅看中现实的利益 他还看中了历史的利益 他不仅仅看中了现实的功利 他还看中了道德的名声 对宋江来说 这种道德的名声是更为重要的 比现实的利益 比现实的功名 还是更为重要的 所以灯 蔡经 铜冠等奸臣 设计陷害他 让他喝下了毒酒 这个时候宋江想到的是什么呢 他想到的不是报仇 也不是后悔 而是怕你魁得知此事以后 再去孝聚山林 把我等一世亲民忠义之事坏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李奎召回来 他知道李奎如果听说宋江自己死了以后 肯定要再造反的 这一造反 把他原来的苦心就可以辜负 原来的苦心就是说我接受招安 就是要去邪归正 既然归了正了 不能再成邪了 再成邪了 我这一方苦心不是白白 枉费了吗 所以他一定要把李奎召来 朝廷复我 我忠心不复朝廷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三个演义当中 曹操的文言 令使我复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复复 宋江的人生准则 和曹操的人生准则刚好相反 完全是相反的 当然 这实际上也是宋江的大言欺人 他一生七星过没有了 的确七星过了 因为他明明反善了良善 明明造反了 造反就是不忠 就是不义 你说一生只主张忠义二字 不肯半点七星 实际上已经大逆不道了 但是他还要告诉他 我行为上虽然造反 虽然看着我做的事情 有些大逆不道 但是我内心中却是始终 忠于曹廷 所以只主张忠义二字讲的是 内心中对曹廷的忠心耿耿 所以叫忠心不负曹廷 忠心不负曹廷 你别只看我行为上造反了 但是我内心中是没有造反 从来没有造反 我即使在造反的行为过程当中 我还是辛辛烈烈的忠于曹廷 这是一种身心的分裂 是中国人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解释 宋江也是希望通过自己对自己行为的这种解释 让后人能够体谅他 能够谅解他 甚至能够尊重他 能够歌颂他 宋江非常希望自己的内心的追求 一种道德的理念能够被后人所理解 这能表现的事实上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那种观念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那种观念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真正的忠义之事 是明知朝廷辜负了自己 明知自己受到了冤枉 但是在内心中在行动上 人能应该始终是忠贞不渝的 这才是中义的最高的境界 才能夥得亲史留民的 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观念 就对他们来说 亲史留民比什么都更重要 你在生在世 你在世的时候的那种种种的苦难 都会因为你亲史留民得到了补偿 宋江非常清楚 自古忠诚无上终 忠诚是没有好结局的 尤其是像他这样有污点的忠诚 是肯定没有好结局的 但是宋江也非常清楚 不管结局如何 真正不朽的是人的道德名誉 只要能赢得千古为神皆妙时 万年亲史 拨英雄 死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就是宋江明确的一种追求 所以宋江想要追求亲史留民的欲望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但是同时 他也很深切地感受到 亲史留民的风险之大 所以咱们可以明白 宋江活着很痛苦 死的也很痛苦 应该说 活得越明白的人 他活着就痛苦 死的也痛苦 换句话来说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就是欲望越强烈的人 对失望的那个感受 肯定是越加强烈的 在这一点上 宋江的确是与众不同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不能不肯定 宋江是一个悲剧性的形象 我等他们幻想要有可能 我可以的 这是穿过真正的 我可以的 ili脑 也是 你是 我可以的 坑 你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